比例之少啊 其实这个是可以蛮好理解的 因为我们的疫苗 扣除那些所谓的第二类高官 他们自己优先自肥先打之外 一般来讲多数的人 扣除在扣除一些特定的高风险 像医生啊护士或是前线防疫的人员之外 通常是照年纪排下来的 所以扣除长辈之外 年轻人本来打疫苗的比例就低啊 像我自己31岁 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打到嘛 那我们目前已经到台湾的疫苗 总共是1500万剂 那已经达到了 当然就比这再少一些 可是我们只有2350万人口啊 所以可想而知 青壮年乃至学生族学 本来就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打疫苗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本来我们防疫照理说应该要更谨慎 因为你既然没有打过疫苗 等于多数人面对这个病毒 它是没有保护力的 很容易因为保护感染了 可能就变成重症甚至死亡 到目前一直 台湾新冠疫情死亡率都还很高 超过百分之五 名列世界前十 可是我们的防疫却一直的掉以轻心 一直传到说 有症状的人再去筛检 但是我们看今天公布了一个 新增的确诊病例 新北那位学童 他的同住爷爷也确诊了 他的CC值只有14.5 非常的低 CC值数字越低 代表是说他身上的病毒量比较高 那病毒量高 当然传染力就强了 可是很重要的是 这位爷爷 他是无症状的哦 无症状 那问题来了 无症状的人并不等于说 他的病毒量就一定比较少 一定 我们看到这位爷爷 他身上病毒量很高 所以CD值低到只有14.5 可是如果按照我们过去指挥中心 这些大观的逻辑 你无症状的人 你不用急着去筛检 你等到有症状 就筛检就好了 那照这种逻辑之下 我们可想要知 有多少的人 他明明身上可能就有 新冠病毒 而且甚至量或许还不少 但是却因为他没有症状 而没有去筛检 所以就会造成说 源源不绝的 永远就有 这个人传给那个人 那个人传给下一个人 才会又爆出 今天我们台北市 又多出一起感染 原不明的病例 其实也不用意外 因为我们一直用这个 错误的政策 一直不肯好好地鼓吹搭 就感觉很快出来多筛检 那或许有人会说 你裁剪了 全部人都裁剪完了 也没有用啊 以后可能还是会被传染啊 但是问题来啊 我们看看先进国家 怎么做的 人家英国 他们由政府出钱 发给每一位公民 每周发给他 两组的快筛试剂 让你一直筛 一直筛 不停地筛啊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感染 没有错 筛完也可能被感染 但你不能因为这样子 就觉得说 好 那干脆就不要筛啊 这样行吗 那疫情一定会一发不可收拾 永远都会有人被传染啊 人家先进的国家 是这样子的防疫的 那为什么我们 就要这么另于筛检 实在是很搞不懂 疫苗也没有 筛剂也不够 这不就是印证了 刚才书长所说的吗 另外呢 我们的